請介紹一下我過去 過去我不知道什麼叫信仰 可能我們一般小時候都是跟著爸爸媽媽去廟裡面 或者在特定的時間裡面就是拿香拜拜 那個時候不認為那個叫信仰 我真正開始知道 有一種火熱的心是在民國82年 那個時候我的男朋友 就是我現在的老公 那時候因為我們分手一年 所以他就用一些理由就說 我現在接觸到一個宮廟真的不錯 你有什麼事情啊有什麼困難 你就是可以去求問他 就是當機啊就是去問三太宿問翁牙這樣 然後我也非常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好像就是工作上有些問題 我就假正經的跟他說好啊那我就跟你去這樣 然後我們就開始 開始了一段就是凡事都依賴 什麼事情大大小小家裡發生的事情都依賴 當然最後也就因為常跟他去 我就說我是被嚷嚷嚷嚷 嚷到我就嫁給你了 我就後來這段時間大概持續了差不多有八年的時間 我們什麼事情都問 那在這邊我也先講一個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說當時我們去走的這個宮廟的 我們講公主啦 宮主 她其實我去年後來她聯絡我 我也知道她在台北聖教會她受死了 對她在這位牧師那邊 然後她上個月就邀請我跟我先生去 然後就跟我們聊 那因為她的她的老公就是當吉 所以她也跟我們承認其實 因為我老公實在忍不住 她竟然還這樣問他說 我可不可以問你 當時有很多你們在跳那個吉 就是你在吉當的時候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她竟然告訴我們說是假的 當然現在已經都已經過了這麼久了 我們也就當笑話笑一笑 但其實我心也是很流血了啦 我覺得那時候也真的真的是很愚蠢 告訴她都不該告訴她的事情 然後到了到了大概民國九十年的時候 我一個朋友邀約我 我就去我就開始信了密宗 就是學習那個菩提道四地廣論 我大概也研究了大概兩年 我就以為自己非常的很氣質美女 就研究密宗 大概也沒有很久 所以我到了九十二年兩年後呢 我又因為我那個老大實在太皮了 我有因為我有三個兒子 然後我就覺得我每天都心神煩躁 所以我就因緣際會 我又接觸了那個中台禪寺 他在天武東陸的一個金社 那我就開始學習大作禪修 你為什麼想念四大 你也曾經講過師兄這樣 然後我其實有三年非常的火熱 那我甚至就是修行到我受了菩薩戒 菩薩戒就在這邊點了三個戒巴 我沒有很多的戒律 那再來更高階就是出家 所以那時候大概跟我同期在禪修 已經很多人都已經出家就是成為師父 我還跟他們講說你們等我 等我還老三十八月的時候 我就追隨你們 我們就一起出家 所以他們現在還在全場等我 也快時間也快到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非常的要好 其實我們先不管那個宗教拜偶像是 其實他是不對 可是我必須要講 我昨天跟韓宇講 其實當時跟我們一起的 他們都非常的善良 都是很好 都是在你最困難的時候 那是人之間的鼓勵 我不是說那是誰 我說那是人之間的鼓勵 所以他們 我覺得我不能否定他們 曾經在那段時間對我的鼓勵 那當然後來因為人會接觸就是因為我在低谷 那時候我跟我先生的公司 真的是進入到一個最低潮的時候 所以到了民國九十五年 我大概三年火熱 到九十五年覺得不行太慢了 很多事情都還是沒有翻轉過來 那就會有一些好朋友非常的熱心說 我跟你講哪裡喔 還有一個什麼宮廟真的很靈喔 因為那時候我們天天都幾乎都在嘎三點半 所以一聽到哪裡很靈 我們就覺得像那個螞蟻想要抓服務 去就趕 最好我去然後接觸到這個神 然後下個月就讓我過關 或接到一個大案子 所以我在民國九十五年 我跟我先生大概全省各大有人介紹很靈的宮廟 我們都去過 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方式 我們也都接觸過 比方說在中部有一間廟 叫我就是跟我先生要磕頭一千次 我們也都做要磕頭一千次 還有那種就是一去就說你業障太重啊 你跟你先生前世就是專門放高利帶的一對兄弟啊 所以這一次你們就是要來接受很多的什麼什麼 所以你們就是要送那個地藏經 送完一部地藏經大概兩個多鐘頭 那要兩間換現金啦 那我先生一聽到可以換現金 就很認真的就 只要時間一到就開始在那邊送避藏經這樣子 因為我要照顧小孩就讓他送 還有那種 其實那時候我們已經都沒有什麼錢了 都在家三點半就說 我跟你講有一個天池 我忘了是在哪裡 我跟我老公談戀愛都沒有去過那麼多地方 但在那一年當中我到夏日就天天跟他出遊這樣 就是我們半夜就要坐上那個師兄的車 那那個師兄說你們一定要搭我的車 因為我的車有靈氣 所以你們要付我一萬多塊 然後我就去借一萬多塊坐他的車 他那個哪是有靈氣的車 不過是一台很破的車 然後很髒很舊 然後我就半夜就跟我先生這樣坐 一定要在清晨五點 然後到了那個天池 然後接受什麼天地靈氣還是什麼 然後我忘了因為太多了 我真的我只能列舉幾樣 然後我現在還要被棍棒敲打這樣 我跟你講真的各式各樣 我真的都不太不太敢講 因為我媽不是太敢講 就是就是為了想要有一種 好像你能夠神機 然後你我們通常都假日去嘛 然後禮拜一早上九點就開始要軋票 你就要開始過這樣的日子 我們大概過了一年 那那一年還好我的老大跟老二 他們我把他送到那個中台禪寺副社的學校 我不是佛學院 但是是他們辦的學校 叫普台 那我真的覺得還好耶 不然像我的老二 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 依照他這樣的那個認真的個性 他現在應該已經比我早出家當事 因為那會有感動你知道嗎 就是你在那個氛圍當中 你會很感動 然後當老頭上的收學生你就會忍不住去跪在他面前說 老頭上是不是可以收我 那老頭上只要一輕疊可以 就全部踢渡這樣 那還好 其實Kevin是很在意他的髮型 他比較髮型不對他就 他就會很不舒服 所以他好像沒有到好上 是不是 不然他應該 他應該是我們全家最早的啦 那好啦 反正就這樣過去 但是在96年2月我們公司終究還是 還是就是就是沒有辦法撐過那個危機 所以我覺得我們很幸運就是我們都有一些貴人 所以我們就我在八年前跟我先生全家我們就到了北京到上海 就重新開始我們的就是成為別人的員工這樣 以前是自己當老闆 那當然其實我們一到上海到大陸就開始有人跟我們傳福音了 就比方說小孩那時候也出了就不乖嘛 但是都是我老大先不乖 然後就會有同學的媽媽說 我不知道怎麼幫助你 但是我知道有一個地方他可以幫助你的孩子 其實他講的就是青少年團氣 就鼓勵我的孩子去團氣 那我的先生他也有遇到另外一個老闆 他曾經在巴西破產七次 但是現在都做得很好 他就一直不斷的傳福音給我先生 所以後來我們就開始有了這樣的機會 小孩到團氣 可是我還是覺得我不可以對不起我的釋迦牟尼佛跟觀世音菩薩 所以我還是都會到那個上海有個佛光山的道場 我會在那邊自己送經念佛 我們剛開始我還是很認真啦 我都會在只要有大日子 我就會帶著我的三個孩子跟我的先生 我們就到蘇州的大爵寺去潮山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什麼叫潮山 可能民生媽媽知道 就是我們要三步一半還是九步一半 然後再一跪有沒有 都要清沉嘛 就這樣一直灰灰灰灰 那因為那時候大爵寺都還沒有蓋好 所以蠻地都是石頭 但我們還是很虔誠 就覺得你就是業障深重啦 我就全身都還需要消業障 我就跟我孩子講說 我們一定要來消業障幫助爸爸 趕快東山再起 他們就很冷都要穿海青很薄 就媽媽拜多久 我說拜到天亮光一出來就拜完了 對就三步一跪然後一拜 這樣一直跪一直拜 所以他們其實也算很乖啦 就跟著我這樣拜 幫爸爸消夜 好那 你知道當我自己 我當了兩年多的木道友 我後來發現說 其實我的孩子 他跟我去 他只是因為我 但他不知道那個佛經的內容 他不知道浦門品金鋼精 鑰匙精到底在做些什麼 他不知道那個含義 他只知道我去了媽媽會高興 那我就是一直唸一直唸這樣 我甚至還超過鑰匙精 說有個師姐說要超108遍 我才能消完我的業障 然後我幾乎只要一有空吃飽飯 人家在看電視人家講我都愛寫 所以有人留又經過說 一芬姐你到底超完了沒有 你還剩幾遍 我說我還剩好多遍 就是你一直在做這些 你覺得你必須要交換 條件交換 你才能夠得到那個平安 後來我真的越來越覺得不對 然後我先生這個朋友說 他說Eva 他說你試試看 我知道你不願意接受基督 但是你試試看 你不要做這麼多事 你跟神禱告 然後因為我也吃素 我都不碰肉 他說你沒關係 你不用勉強 但你試著跟神說話 那我就想好啊 那我就 真的就那個時候 我開始學習跟神禱告 有一些簡單的事情 我說 神啊那如果這樣這樣 那你就這樣這樣 那你就讓我看見 通常在起初 神是最會應許你 我說剛信耶穌的時候 你幾乎禱告什麼神都應許你 連狗狗的事情 他都可以應許你 那種狗狗 他說 就是你很討厭狗 但小孩就弄了一堆流浪狗回來 就說 耶穌你知道那個狗 該怎麼樣啊 那狗狗都會自己跑掉 但是當然 重點是 我已經把他救活 也恢復健康 因為那都是在路邊生病 或什麼腿斷掉狗 小孩就把他抱回來 然後我就 他就不見了 他是自己跑掉的 我都不說把他丟掉的 好這樣 好啦我的意思是說 通常你在信的時候 神會應許你 然後你就會發現 欸好像真的有上帝耶 然後後來 我就開始心動了 因為我就開始參加小組 因為那時候 我們台灣人在上海 不能公開聚會都小組 那他們都會做很多台灣菜 那我也跟那個真紅牧師一樣 我們常因為吃 我就穩定在 我非常 我跟我先生都很愛吃這樣 然後我們就 穩定在小組 只是為了禮拜六去吃台灣的菜這樣 我們就開始聚會 後來 慢慢慢慢 我發現真的有神 特別我在我們家的財務上面 因為 我就不講太多時間太多 我就在財務上面 神給我很大的見證跟震撼 尤其是十一奉獻這種 然後我就說好 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我很刁難 我說如果孫悅孫叔叔 因為那時候只能看不TV 他來為我受洗 那我就受洗 你知道我就這樣隨便講 我的朋友就安排 然後安排到一人談戏 然後孫叔叔就真的過來了 然後就為我禱告 然後就問我是不是要受洗 我還是反悔 我覺得我不能因為這樣就受洗 那我怎麼會對我塞上的朋友交代 我就說 我說孫叔叔先不急 我反正就一直拖啦 拖拖拖拖拖到 有一次我說 好那上帝 對不起 我一直不受洗 除非在我特定的日子 什麼什麼 然後我生日啊 或什麼很偉大的日子 我在受洗 我真的這個禱告完沒有多久 大概不到一個禮拜 我朋友就打電話問我要不要上課 我說上什麼課 他說上受洗的課 我說我不急 我還先觀望一下就好 我說那你們這次受洗幾號 他就講了9月5號是我生日當天 我說上帝真的很抱歉 你真的都與我同在 你都聽到我在講什麼 好我一定受洗 這是真的受洗 所以我在民國99年的9月5號 我就在上海正式受洗了 我就成為基督徒家 這是我一個受洗的過程 所以反觀我說這兩個信仰有什麼不一樣 我講過去我就是想要追求那種 超能力 最好一頁翻轉我所有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只要我 我付出我 我做這些形式上 那我 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 可是 在基督教裡面不是這樣 其實神的恩典 他是可以白白給你的 你不需要做這些東西 他都因為他愛你 因為你本來就是他的孩子 所以你如果說我跟我過去的心情 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我現在是 比較認為自己是有價值的 我過去沒有安全感 我沒有這樣做 我覺得 我覺得我會被處罰 所以我不敢不做 對 我也不敢不念這樣 那現在 我即便 我相信 我沒有做這些事情 他都會救我 所以 所以就是 就是 我覺得就是 你不需要付出這些 那我很開心的是 其實四年前回台灣 我們還是有遇到很多問題的 但我不用再做那些事情 我開始學會禱告 很簡單的禱告 然後跟我的孩子一起禱告 所以 我先生去年開始回到台灣工作 他說你們是不是都在禱告我回來 我在大陸的工作 一樣一樣不見 一樣一樣不順利 然後 工作在台灣 一樣一樣機會都出來了 那我說沒有啊 我們都說 黨工你要賺大錢啊 我們哪有禱告你要回來 就算有人不敢告訴他 所以他在去年回來 那也很感恩 他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真的是莫名其妙 他必須要成立自己的公司 所以我們相信神一定會讓我們東三再起 雖然未來我們還是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有高山有低谷 但是現在我覺得最棒的是什麼 是 我跟我的孩子有一種 學會解決和面對問題的方式 就你們不用再去這樣 我們有一個方式 我們大家就是 大家會聚在一起到晚上一起禱告 從我先生跟我那個老大 有時候以前我跟我老二老三認真禱告的時候 一個是躺著看電視 一個是這樣愛愛禮不禮 到現在我們可以五個人 專心的把電視關著 我們就一起來為發生的問題禱告 不是不會發生問題 也不是從此榮華富貴 因為那不是我們覺得重要的 而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信仰 知道神就是愛你的 你不用再這樣做了 而且神與你同在 所以我們都很期待 有一天我們可以被神使用 然後我們可以 把這些經驗跟大家分享 謝謝